大冤种 要怎么解释 大冤种就是 大冤种 弟弟应该是叫大冤种 对 为啥 就是 就是昨天 那个谁 他砸你 他就是你大冤种 你就是你大冤种 他砸我 他还是大冤种 你就是大冤种 他砸你 我跟你说啊 其实砸那个人心里更难受 他很自责 我觉得当时那个沸沸 整个人都不好 我跟他说啥他都听不见了 因为一下打在眼睛上了 就还是挺危险的脸上 那个傻包 孟杰此刻的眼神有杀气 怎么可能 菲菲又不是故意的 这话说的更吓人了 吓人的 到时如果网友骂你的话 我就转发 我就转发你发的微博 然后我说 哎呀 我说现在已经不疼了 菲菲当时应该也不是故意的 不是 然后前面再加个文案冒号 对不起 对不起 大害我 他好可爱啊 走路啊 他真的很可爱 他说他只能 承重五十公斤 我为了他减了两公斤 他好可爱啊 他走路这样 他就可爱 你怎么还想跑啊 开心 看那小发型 爆炸头 那这样我们大家给小可爱输输毛 以后再过去吧 可以啊 这个 是输这儿 这个是身体 他说输尾巴毛不要站在正 我们要在侧面输 他这小卷毛好可爱 他对我的膝盖非常感兴趣 看那个膝盖有味吧 膝盖是什么味 头味 大漂亮 你看他把头放在上面 可爱死了 他肯定很舒服 我觉得 说说你看 背头 小可爱帅的 可以啦 小可爱 可以啦小可爱 大背头 帅死了小可爱 小可爱 早安 我们上午干嘛 我想先去骑马 骑马 可以骑马 骑马 骑马 我也说骑马 骑马他没有马鞍怎么骑 不行 应该会装的 有马鞍肯定 如果没有马鞍肯定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特别慎重 万一摔下来就麻烦了 那马摔那一下太吓人了 我之前摔过 小的时候摔过 然后胳膊 折了 嗯 带了两个月的那个 就不能动 就这样 所以你必须有人保护你 所以你还不害怕 你摔完之后你还不害怕 挺厉害的 要是我就肯定 因为我本身就真的是很喜欢 所以就 我就是因为第一次骑马的时候 马就自己把我带走了 害怕了 就是我在横店去训练骑马 然后因为天有点热 那个场地那个沙子很烫 我上了马之后 那教练刚想去关门 然后那马直接就看了门没关 带着我就直接往外冲了 我当时都在吓死了 我是左手拽着那个江 右手拔在那个马鞍前面 那个环上 我就紧紧夹着马 我也不敢跳 我也不会瘀 然后一直等到他跑回自己棚里了 音量了他才停下来的 我被吓死了 我被吓死了 我把他拔在这里 我可以用摆住 扔清浅